嗨,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两支精油 是在冬季的时候非常适合使用的 一个是野菊精油 一个是柠檬草精油 野菊精油是柑橘类精油 它里面含有柠檬锡 柠檬锡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无南香豆素 在使用的12个小时内 要避免阳光的直接曝晒 而造成的反黑效果 在情绪方面呢 它当你遇到焦虑 神经紧绷或者是恐惧的时候 野菊精油里面香甜的气味 可以使你的心情更加愉悦 还有它那个充满活力的香气呢 可以赶走你内心的烦闷 那它也被称作 装在瓶子里的阳光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是因为在冬季湿冷的时候 它可以代替阳光 然后赶走阴霾啊 还有提振你的活力 是一支阳光性的精油 在生理方面呢 它含有丹铁锡 丹铁锡的功效是激励 还有净化身心灵 那它可以在流感季节的时候 提高你的免疫力 另外它也是天然的清洁剂 就是你可以使用扩香的功能呢 来净化空气 同时在净化空气的当中 也可以激励你的身心灵 那如果手边呢 有薄荷还有乳香的人 可以拿出来 加入眼局 滴在手掌心当中 然后搓一下 做休息的使用 休息完之后呢 再将手上的油 来按摩我们的后颈部 那按摩这样子 还有休息的方式 可以来提振我们的精神 还有增加我们的活力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精油是 柠檬草精油 柠檬草精油在情绪方面呢 就是当你遇到精神不济 觉得抑郁 或者是你想要提升洗脑的时候 里面清新草本的香气 能够提高你的觉察力 还有促进积极的身心情绪 就好像在一片雾茫茫的森林中 然后有阳光洒进来 给你一些正面的能量 在生理方面呢 就是在运动完 久坐久站的时候 时常会有乳酸堆积等等的 不适的症状 那我们可以拿出 柠檬草精油跟椰子油 然后来做局部的按摩 来兼换这些症状 对于消化方面呢 它也有大大的帮助 当你的胃胀气啊 或者是消化到发炎 或者是有乳糖不耐症 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就是按摩我们的腹部 来舒缓它们 再来它也是天然的驱虫剂 就当我们要做户外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涂抹在我们的手脚 然后以免来蚊子来叮咬 或者是在潮湿的空间内呢 我们可以做扩香来使用 那让它会散发出蚊虫不敢靠近的气味 还有就是我们时常 不太会去注意到的脚指甲的保养 如果想让脚指甲健康啊 然后又干净的话 我们可以拿出茶树 然后加上我们的柠檬草精油 来做我们的脚指甲的保养 另外最后就是非常困扰人的头皮屑的问题 在头皮屑的问题呢 柠檬草精油可以滴入我们的洗发精当中 每天来做头皮的按摩啊 或者是清洗 可以改善这类的问题 那以上两支呢 就是我们冬季非常适合使用的阳光精油 希望大家会喜欢